请 琼花 长青书记 你回来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 都好了吗 都好了 好 来 快坐一下休息会儿 好 长青书记 我想一个人去杀男霸天 要么 我拿他的人头 要么我的人头给他 琼花 就算你真的杀了男霸天 然后呢 有那么多个恶霸 你能把他们一个一个 都杀掉吗 光靠一个人的力量 是没办法解放 这么大的国家的 长青书记 你可真会开导人 以后 你可以叫我长青 长青 长青书记 你有这么多学问哪 看这么多书 我有什么学问啊 十多岁才开始学习认字 小时候啊 就一直跟着父亲 在轮船上跑南洋 后来 后来怎么样 后来返东派把我父亲 装进马带 扔进了朱江 我母亲因为这件事情 哭下了双眼 没想到 你也有这么悲惨的绅士 在反动派的统治下 每一个无产者 都是眼泪泡着心 每一个无产者 都敢点一把火 把地主的房子给烧掉 可您想点一把大火 把旧舍会烧掉 把旧舍会烧掉 那就得仅仅依靠集体 依靠整个阶级 依靠集体 依靠整个阶级 我记住了 我会记一辈子的 梨花姐 你说到这个时候了 琼花姐怎么还没回来呀 说是去找长青书记 可是我还是担心 她老是惦记着 自己去查南霸天 那怎么能行啊 梨花姐 可卿 琼花 回来了 琼花姐 你怎么样 伤痒都怎么样了 看看 没事了 你轻点 还得好好养着 对 你过来 我问你 你是不是还想着 自己去杀南霸天 琼花姐 琼花姐 一个人去真的太危险了 而且我们得征求上级的同意 才能行动啊 太危险了 我知道 原来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来 长青书记告诉我 如果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解放整个国家的 要想 要想 烧掉旧社会 就要依靠集体 还有 整个阶级的力量 长青书记说得好 我们就应该跟着这样的人干 对 长青书记和连长 都比我们懂得多 看得远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啊 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 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我也是 我可是老战士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一块儿参的军 助党也一起 好 那咱们一起递交入党申请书 我申请 我申请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劳苦大众拼命 好 此后没多久 长青书记 在一场打倒南霸天的战斗中 为了掩护我们 他被敌人抓捕杀害时写下 喊头不要紧 为了注意针 杀死红长青 还有后来人 长青书记 光荣旧义 我们在他留下的皮包里 发现了那张 沾满鲜血的入党申请书 上面写着 一连党支部意见 批准吴琼花同志入党 琼花 离花可清 别哭 从现在起 你们不再是普通的战士了 你们已经是无产阶级 先锋战士了 你们是党员 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 挑起弹子 直到胜利 集合 共产党 是无产阶级 劳苦大众的党 这面旗帜 指引着我们奋进的方向 五湖四海 四面八方 海纳百川 光芒万丈 在党的指引下 我战胜了怯懦 百炼成钢 在党的指引下 我明白了 男女平等 妇女能顶 半边天 在党的指引下 我们解放跌临下 相决难霸天 奔着新中国的希望 前进 前进 前进